等位 可以叫午餐了 你最近瘦了 可以多点一个冰淇淋啊 奖励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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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吃冰淇淋 我要养生喽 你要养生 真的假的 来来来 那我得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养生好了 首先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呢 就是我的早餐茶 它是TWG的茉莉花绿茶 好像早晨感觉喝一杯以后啊 换起一天的饱满神采 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 最近还非常喜欢这个口味 真觉乌龙茶 其次呢 是这一包四物茶 里边有红糖 红枣 玫瑰花和菊花 红枣可以补学补气 所以四物茶也是我这个季节的必备好物 菊花绝冰子枸杞茶 我是一般在早餐以后 一直喝到下午大概四五点左右 就这样一个小包 整个晚上睡眠非常好 早上起来披 一包酒非常好 这一种呢 就是叫秋梨糕 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的成分有梨啊 罗汉果啊 红枣啊 川贝 生姜和黄冰糖 功效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消化 可以去火 润肺 止咳 但是比如说你比较脾胃寒凉啊 易腹性的人群啊 就一定要用温水来充饮 千万不要跟牛奶啊 茶水一起饮用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东西 它叫葛根粉 因为我最近啊 真的是工作忙的时候喜欢吃外卖 我就有一次的不小心搭了一个礼拜 所以发现了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非常好 它可以合理的保护我们的肠胃 它炒起来就淡淡的像小朋友吃的米糊一样的 也很容易被消化 这个能量的VC 像有时候出去我们可能吃盒饭或者是没有时间吃饭 每天的维生素的补习就不够 就导致我们的面黄啊 肠道不适啊 所以我可以给自己备一包这样的能量VC 一天呢 满满的正能量 好啦 今天这些就是我想跟你分享 我最近在用的养生好物啦